以前對香港泰安樓不是太爽 所以比較抗拒 因為自己做廠房 做開大酒樓、酒渣 始終泰安樓是做小食的 當然是差一點 但是做下了 到這裏不是 人情未做得更好 做酒樓、酒渣 泰安樓是港島的小食天堂 每晚入夜後只要你經過這裏 都會發現這間兩頌飯 排著長長的人籠 其實這間滋味屋 和旁邊的人氣美食海南雞飯 都是同一個老闆 陳子傳師傅所開的 陳師傅曾任職國際 雲通泰等大酒樓 也開過茶餐廳 做過泰國餐館的總廚 但今日他寧願在泰安樓拿獲產 以33元的價錢 但有小菜質素的兩頌飯 玫瑰街坊 當初海南雞的意向 就是希望 個個都可以吃到海南雞 因為給我感覺到 海南雞是 60元、70元 100元以上的價錢才能吃到 但是我想做到平民化 做到公公婆婆都可以吃到 我做的三頌飯 就跟大致標題一樣 都寫明的 不會落味精的 我的廚房 只有糖、鹽、生抽、老抽 一大桶油 我煮東西主要都是靠新鮮 天天都拿新鮮菜、新鮮豬肉 我的肉餅是用新鮮豬肉 就不是用冰鮮或雪藏豬肉 就是靠鹽和土油 慢慢推慢慢搭 搭出來的後果 而做出來的肉餅 魚都是一樣的 有時有炸魚、蒸魚 我們的鰻魚都是用靚的鰻魚 用頭魚的 頭魚的意思是用第一手的魚 所以魚是沒有腥味 很新鮮 其實我開筆筆菜 跟海南雞一樣 兩個都是希望 給客人多吃到好的味道 好的質素 所以我寧願便宜一點的租金 地方差一點 但我希望食物質素 包括肉類都用最好的 用不到上升 都起碼用到新鮮 我不想因為租金 因為租金 而提升那個價格 或者是食物的質素 令到它下降 做每一樣生意 不一定要賺大錢 或者是賺錢行先 我覺得客人的客情更好 大家的感情交流更好 有時我偶爾會不送給客人吃 我寧願多給客人吃 因為他們欣賞我的食物 我是虧了 我也無所謂 做一個廚師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做生意也應該是這樣 不要說贏盡 我希望大家都是共享 我是坦白的街坊 我由這製品屋 開張到現在 都已經煮到現在 那些食物很平均 好吃和很便宜 我本人喜歡吃牛樓 我兒子喜歡吃蒸魚 好吃牛肉 對雪木